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通粮库所在的吉林省 并不在清茶市点省份中 而叫做粮库的火灾时间为3月31日早于通知发布时间 另外通知要求 2019年5月底前由省级人民政府统一组织各地市级人民政府开展普查 中国储备粮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下称中储粮 一名工作人员向华夏时报 记者否认了黑龙江林店和江西贵西两地中央储备粮食属库失货的消息 考虑到两地此前都曾发生过火灾 不排除两地粮库失货消息 未见闻得可能 并声明中储粮植树企业中2018年发生火灾的只有叫做粮库一家 且火灾与全国粮食清仓茶库检查并无联系 粮食货在天眼查信息显示 陶南市大通粮食储备库由中央储备粮单身之储库 通过吉林省陶南粮食中心库全息持有 吉林省粮食局的通知中将其称为陶南粮食集团大通粮食储备库 并标注其立属于原中夯国际粮食收处有限公司 现为中国供销粮油有限公司吉林分公司 中处粮新闻中心在跟华夏时报记者的情况说明中强调 单库不是中处粮下述企业 根据记者掌握的信息 陶南市大通粮食储备库 共储存2015年储粮玉米9417吨 7月29日上午8点火灾发生 12时需火事得到有效控制 初步策赞 过火粮食约40吨 过水粮食约540吨 没有人员伤亡 目前 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吉林省粮食局发布的事故通知称 事故原因尚未确定 但可以初步认定是一起责任事故 陶南市隶属于吉林省白城市 白城市消防部门告诉本报记者 陶南市消防部门计划暂时无法打通 因当地上无通信电缆刚刚被挖断 经记者进一步核实 事故情况 是由下级单位逐集报告给盛梁市局 吉林省梁市局工作人员 强调 对于事故的通知 盛局也是根据下级报告做出 之后该工作人 原下华夏时报记者反馈 因事故较小 本没有下级单位报告 但考虑到媒体关注 其已经将事故情况 反馈给上级单位 另外 交作粮库火灾 发生于3月31日 网络上流传多段视频 显示远处粮库上空不断涌现大量黑烟 中储粮和南风公司方面打付 华夏时报记者称 货灾并未造成粮食受损 也没有人员伤亡 交作公安消防支队3月31日发布的火情通报显示 当天12点34分119指挥中心接到报警称 位于交作市山羊区 交费路墙北城国家粮食储备库 一仓库发生火灾 13.5分火事被控制 13.15分火事被扑灭 经交作消防现场初步勘查 其火部位为仓库绑顶 燃烧物为立清房水卷残 通报为其及火灾造成的经济损失 华夏时报记者联系了交作消防方面 未能了解到火灾信息 另外至今没有关于这些火灾的公开报道 记者也没有找到关于事故原因的通报 对于失火事件 交作粮库和当地粮食局工作人员均表示不知情 粮起就文此外 中储粮 中央储备粮贵西支属库 下车贵西粮库 和贵西市粮食局三方局否认了贵西粮库 近期发生火灾的说法 记者未能获得中储粮将西奔公司回应 中储粮方面还否认了中央储备粮 粮电支属库 下车粮电粮库 近期发生火灾的说法 8月1日 2日记者多次拨打粮电粮库和中储 粮黑龙将分公司电话 始终未能接通 黑龙将并不在 2018年下半年的清查试点身份名单中 公开报道显示 贵西粮库曾于2017年8月发生过火灾 粮电粮库曾于2013年5月发生过火灾 根据江西日报下述江西网当时的报道 贵西粮库火灾事故 发生于8月7日15时许 平乡卢西消防发布的消息称 12辆消防车 81名官兵赶赴现场铺灸 现场能烟滚滚 消防官兵通过破拆着火 仓库顶部的细效通风口 架设水箱 水泡阵地 利用增高平台车和高喷车 自上而下迅速扑灭灵火 控制了火势蔓延 16-12分 仓库内灵火基本扑灭 火势得到控制 在内部的大量粮食堆夺 仍处于阴然状态 消防支堆只得破拆仓库前门 将粮食进行转移 初步统计 保护财产价值850几万元 此次火灾的损失和起火原因 至今未经公开报道 贵西粮库工作人员否认了近期发生火灾的说法 但同时还否认了这期火灾就文 林电粮库 2013年5月31日 曾发生过较大火灾 而是故四天前中央第一巡视 组刚刚驻中处梁总公司开展巡视工作 时间上的巧合引发舆论质疑 林电粮库坐落于黑龙江省大庆市林电县花园站中心村 占地总面积22万平方米 粮食储存总容量为17万多 税库发生前 共有粮团 零食粮堆 等168个货位 实际储存粮食15 38万多 品种为玉米 水稻和大豆 据公开报道 2013年5月31日下午 中处梁黑龙江林电脂属库发生大火 共78个储粮团表面过火 储量4.7万多 其中玉米吞60个 储量3.4万多 水稻团18个 主量1.3万多 经过全力铺就 明火于6月1日上午9点左右全部铺灭 过火粮食共计4万吨左右 主要是国家临时储备于你 苦灾造成直接经济总18000多万元 该库绝大多数储备粮 采取露天存储方式 发火难度较大 事故调查组之后 发布的中处梁黑龙江峰公司 林电脂属库 五三十一火灾事故调查报告显示 火灾直接原因是 粮苦作业过程中 皮带式输送机在震动状态下电源导线与配电箱箱击孔洞边缘产生摩擦 导致电源导刑决人皮破损漏电并打火 艳燃可燃物 伪炸和麻袋 并蔓延至其他七十九个粮屯 来对货位的伪炸伤干物 间接原因是包括林电粮库 中处梁黑龙江峰公司 等多个有关部门工作不力 失职 报告认定 这是一起火灾和任事故 林电粮库六名工作人员及领导 被移送私保机构 相关单位就人收到党计证计处判 其中中处梁黑龙江峰公司总经理 副总经理被建议辞职 中处梁仓储管理部部长被建议将及责任编辑 薛云级主编 下身查费员的脸的声明 本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 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